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鬆太戀啥 今天有很多的新聞要跟大家分享 其中一段就是關於我們的財野 是一個非常之有趣 也值得大家討論一下的一個新聞 看完之後, 我頭上有很多問號 一起跟大家探索究竟問號是甚麼 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 弟弟, 你最近有沒有看鬆仔的腳脈? 蛤? 你說過肥仔? 是呀, 他經常說肥 但就經常叫他吃東西 老實說, 他真的很肥 蛤? 老實說? 老實是誰? 是呀, 老實不是人 難道是神? 神鬼神馬嗎? 我說了鬆仔 誰在說我? 被他發現了 沒有, 我說你英俊 不是呀, 你明明是剛才說他肥 誰說我肥 走鬼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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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第一宗新聞 就要討論一下我們的財爺 柯柯女婿 他成為了我們財爺之後 那就加了我們很多稅 大家就有感覺有點民不聊生 很痛苦 被他加稅加得 但是呢 又好像看上去 好像是必須要做那樣 如果大家有看過 follow過我們 一直有我們的頻道呢 我們其實在差不多在日本前後 十月、十一月的時間 我有詳細說過他的政策是怎樣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稅務的安排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稅會加到這麼重 各方面其實我們也有解釋過 今天就拍了一條宣傳短片 那條宣傳短片 就總共是兩分十一秒左右 兩分多鐘 那麼最基本是解釋些什麼呢 就是解釋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inflation這麼高 我們的通脹這麼高 為什麼買的東西貴了 為什麼買的東西貴了 然後呢 他就告訴你 他用什麼方法 去減低這個通脹 去幫你 對啦 他幫你去減低通脹 那麼整條片大概是兩分多鐘 但是這條片一出街之後 是受到千夫所指 我正常用千夫所指來形容 是多方面的評擊 那是完全沒有任何正面的comment 我是看不到的 那麼這條片在Twitter那裏 是有幾萬人去comment他 然後全部都是諷刺 和嘲弄他 那麼究竟他這條片做了些什麼 令到大家會這樣嘲笑他呢 那麼我們一齊來和大家看一下 嗨 嗨 可我可以買一碗白白的嗎 當然 我的咖啡是被製造的 讓我告訴你 我們要減低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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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我感覺上他是給低能看的 他不是給正常智力的人看的 很多人跟他說是像Mr.Bean 那也不像 Mr.Bean是不說話的 Mr.Bean是不說話的 Mr.Bean是給正常智力的人看的 我覺得他是像比寶寶看的 但是寶寶不會有興趣看他 我們再繼續看 我們不要那麼快就評論他 我們再繼續看他的片段是怎樣的 他拿杯子出來 接著已經 kas E inspector 老元還會進入 接著折as負責負負責 好,去到影片的中間部分,主要部分,解釋給大家聽什麼是Inflation 他就玩了一個杯仔的氣法,但那個杯仔的氣法,我不是很明白理論是什麼,首先我們用了一些杯,跟他一樣,Coffee,兩磅半一杯嘛,現在是Inflation,Inflation就變了三磅一杯,他沒有給我們看的,他就這樣放一個杯下去,你說什麼都可以的,你說十磅都可以的,OK,Anyway,我相信他,三磅一杯,兩個杯都說Inflation很高,是嗎? 但是呢,他的邏輯就開始有一點點twist了,因為他說,他說跟著呢,Bank of England的Inflation現在,他的target是兩個percent,但是現在呢,就是十個percent,但是又加下去了,我不明白了,就是你怎麼樣,兩磅半變三磅,OK,我明白他是加貴了,但是你的Inflation,那個因素會直接影響到,他的杯仔貴了,照計是應該這個, 這個放在這個上面嘛,他的次序不同了,我不明白,因為他會直接這樣放下去,OK,Anyway,好,接著,加了十個percent,好了,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不是,他不是為什麼,他說因為COVID,又令到Inflation加,那就又放下去了,是的,但是那個COVID,那個Inflation十個percent不是已經加了了嗎?已經不是COVID之後的事來的嗎? 但是為什麼COVID又放在Inflation上面的?喂,不是,你解釋給我聽,不要緊,我覺得沒有問題,但是那個問題是我不明白,為什麼COVID會放在Inflation上面呢? 然後他就說,原因是因為還有Wall,還有一個戰爭,俄烏戰爭,那又放在上面,是的,那這個我又拋頭了,然後呢,他就說,最後呢,就是這個Energy,Energy呢,雖然那個Gas Price呢,是跌了下來,但是我們的Energy呢,都會是繼續貴的,然後就放上來,喂,這個,這個,這個我真的很拋頭的,他是不是不懂得用什麼叫因為所以? 就是呢,其實他是不是小時候,沒有什麼學過什麼叫因為所以? 就是可能英國教育沒有教過因為所以作舉,沒有理由的! 沒有理由的! 是的,Because of 什麼 為什麼 這些很簡單的連接詞,因果關係,如果你不用Inflation來解釋的,譬如我現在說,嵩太,我告訴你,現在呢,就因為你 你吃很多薯片,所以你肥嘛! 是的! 那就是因為,所以嘛! 是的! 現在他的解釋就是,因為你現在吃少了薯片,雖然你現在吃少了薯片,你的薯片的數量下降了,但是你仍然是會肥的! 那我就拋頭了,那我怎樣才會瘦啊? 你沒有解釋過東西吧! 就是說你說到,哎呀!因為我吃少了薯片,所以我就肥! 聽到好像很合理,他用一個好像很合理的表演,的語氣,跟你說這件事 但是你看到,不是喔!先慢著! 那條片我是看了四、五次我才播給你們看的,因為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他的因果關係在哪裡 就是因為打仗,所以就高了這個因果,那高了這個因果,那高了燃油價格就高了,那現在又回落了,但是你們都沒有便宜的 就是這一下,那一下的轉折,我感覺不到他的關係在哪裡 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好了,我們又要停一停它了 好了,那現在看到這裡,我們先把杯子拿出來 剛才那堆杯子,他就用來解釋為何那些咖啡豆會貴了 他們用多了燃油,所以那杯咖啡就貴了 即是你現在告訴我,現在我們貴了10%的Inflation 就是因為,純粹是因為燃油貴了和運輸貴了 其他人是沒有關係的,譬如BREXIT,我們少了很多勞工 除了勞工之外,我們和歐洲的貿易壁壘 即是說我們進去出來的貨都要有關稅 然後加了很多PAPER WORK在裏面 很多人做事是不能夠一步到位 可能要明明一日做到的事情 要分七日甚至一個月才做到的 那些貨不能夠即時到,這個沒有關係的 即是他完全沒有提過BREXIT這件事 我先不理BREXIT對還是錯,現在不是討論這個 我們討論BREXIT令到Inflation帶來其中的一個contribution 這個沒有說過 第二,他也沒有說過我們今年換了三個首相 是嗎? 為什麼第一個首相會被人踢走了呢? 這個沒有說過 為什麼第二個呢? 第二個又為什麼會被你們踢走了呢? 會不會因為第三個想做就不讓第一個做 然後中間又找來攝時間呢? 這個沒有說過 第二個那個做了一個月 但是每年可以代一百零四千 一路代到他睡棺材那天 這些也沒有提過 然後還有中間因為要換手相 所製造出來的麻煩 這個要上任,那個又下來 那個又上去,那個又下來 中間又沒有花錢的 那些沒有關係的 跟那顆咖啡豆沒有關係的 然後還有罷工 因為你的財政管理做得不好 令到英國那麼多的罷工 教師啊,醫生啊,護士啊,律師啊,火車啊 各樣東西那些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即是他們罷工是沒有損失的 不會令到經濟損失 不會令到經濟損失 和咖啡豆又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最後還有,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錢去做這些Promo 對呀,這個兩分多的片 有傳,在Twitter有傳 他這條片是用了20K來拍的 兩萬磅 拍了兩分多鐘 拍了兩萬磅 然後還有還沒計 之前Suna那條炒了 炒了車的那條片 那條片又不知道他用了多少錢來拍 是吧 我那一瓶杯比他高 即是 是不是應該貴一點呢 杯咖啡 對,杯咖啡不止三磅 這樣是說五磅的了 但是那個Inflation 是很早已經放進去 對呀 所以後面那堆東西 好像有些八萬五政策 現在是不存在的 所以現在是 所以什麼計劃 去延避免 呢 我們要花很多錢 在燃燒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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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第三部分 最不明白那一部分 首先 第一個我不明白的 就是 原來通脹 人為可以 cut一半 如果可以的話 我第一件事想問問 Jeremy 那為何我們會有Inflation 既然你是可以半斤了 那为什么你现在还不半斤呢 等什么啊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就是你说你作为政府 你是想去压低 Inflation 是缓慢 它没有那么快增加 或者是将它步入一个下调的状态 那我还没理解 因为减半会不会 dramatic了一些呢 既然你是可以减半的 那为什么你不现在 就立刻将它减半 为什么现在会是现在这样 就是你告诉我你没有做到一些措施 是将它减半 你现在才想到一些措施 那本身我们加税那些是什么来的 那些不是应该将它减半了吗 OK 第二 它有个解释给你们听 它怎么样half过Inflation 这个真的是反白眼 我的眼睛 是去到后脑那里 只能铁个洞再堆出来 那就是 它的解决方法竟然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应该 是要投资下去这个 核能 核能 再生能源 是吧 用多一些天然的 renewable的energy 让我们不要依赖 是的 不要依赖 那我们的Inflation 就会下降了 他现在 搜索了一个picture 就是 现在我们的通胀 纯粹是因为 能源 加价 是 这个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就是刚才我那堆杯 就高过它一倍 那么多 是的 那堆东西完全没有说过 第二就是 他刚才在第二部分已经完美地示范什么是完全不合逻辑了 因为我们的货的价格 虽然已经下降了 但是呢 你那个价钱是没有减到的 这个根本完全不成立的一个因果关系 然后再下来就说 所以 所以我们解决的方法呢 就是要 提供更多的能力 低一点的价钱 他也没有说低一点的价钱 没有啊 提供更多的能力 那么你的Inflation 就会下降的了 我想问一个问题 其实他这条片是拍给谁看的呢 就是他 他suppose 就应该是给大众市民看的嘛 是啊 但是一个正常智力的人 看完这条片 是有什么可能会 就是他是想得到那个什么效果 哦 是啊 是啊 你不说我不知道啊 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 原来你减肥很简单的 不用做运动的 去买多些减肥产品 买多些这个健身器材 自然而你就会瘦的了 你有再生能源是好事 是吧 你搞那些什么fusion那些 就是现在什么特序变嘛 那些超高科技东西 就是还没有国家搞得到那些东西 没问题啊 你搞那些东西 但是问题是 你去建那栋东西 我想问要多长时间 是吧 你那栋东西要投资多少钱呢 是 那些东西是可以即时解决到我们现在的问题吗 不行 你现在说到是直接 因为我去建那些东西 我去投资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 会直接帮到你了 直接帮到我们的减肥产品 喂 你这个是误导群众的我想说 根据呢 这个政府的一个独立 official的一个独立调查机构呢 叫做 The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简称OBR 其实它已经预计了今年的inflation 是会到今年年尾是会降至3.75%的 哦 那之后呢 Bank of England 就是最保守的Bank of England 也都预计是会去到5% 那而且呢 所有的专家呢 一致都认为呢 这个inflation cut in half 这一件事呢 是不关任何国家做的任何措施的 因为inflation 是在全欧洲都发生着 是的 而全欧洲就算是美国也好 加拿大也好 即是包括美美 英美 欧洲其他国家 大家的inflation 都会预测是在今年年尾 是会降至超过一半的水平 是会降至超过一半的水平 那个inflation 这个未知之数 都是预测而已 是吧 那另外就还有 之前因为covid的供应链关系 现在逐渐回复了 最明显就是ps5 因为现在ps5的大货 有货了 有货了 是的 另外呢 Samsung的晶片呢 最近都卖不出 不是卖不出的 但是销量跌了很多 因为那个市场上面的supply 比demand 那所以呢 漸漸供应链回复啊 燃油价格下降啊 这些的问题 自自然然就令到inflation 是有所下调了 那他这一条片 我觉得他最大的目的 不是告诉我们 他做了些什么 而去令到 那个inflation下降 是他想告诉我们 他因为他做了事 他没有用到因为啊 所以呢 这个就对了 我教你怎么用因为所以 因为我做了事 你不要管我做了些什么 总之我做了事 是的 我浪费了很多咖啡杯 是的 你不要管纸杯 所以我知道 我会循环再用的 你猜会不会啊 我觉得不会 总之我就做了一堆东西 那所以呢 你的inflation就cut in half 是我做的 是的 但是因为他想不到 他想不到哪样东西 真的是他做的嘛 你明白吗 他最糾结的地方就是 我要告诉别人 那样东西是我做的 因为我做了 所以呢 那个通胀就会cut in half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要 我要告诉别人 那些东西是我做的 那那些是什么呢 他想了很久 花了二十几 花了两万英镑 他终于想到 不如我们就投资 Energy 投资 New Care Plan 我就是做了那些东西 那所以我们的通胀呢 就会降一半了 我真是利路尾 真的 就是 大哥说很难帮你兜的 你出这些东西 就是 现在你的那个形象 就是保守多的形象 其实在市民心目中 已经很低落了 你现在是危危苦的状态 你现在外面有这么多 紧要的东西 等着你去做 就是 好像今天已经有 有一个护士跟我聊天 就是前线的医护人员 他说 Scotland那边已经 已经埋桌谈了几次了 现在已经谈到的地步 是不用再罢工 就是已经暂时停止罢工行动 埋桌认真和这个 Scotland的政府去谈 加薪多少 而且别人的政府 也都有 plan 就是 擺出来 我会加多少多少给你 是一个实际的数字 为什么我们还要拖到现在 拖到2月 6号 7号 好像是两天 又要再来多次罢工 接着我今天还要看到 另外一宗新闻 是令到我更加觉得 就是拖头的地方就是 就是 这个railway罢工 就是这个铁路罢工 那 扭让了很久 大家知道 对大家生活很不方便 有这个研究显示 它是cost了我们整个英国 一个billion 已经是 一个billion 那你想想 你那个黑洞 都是几十个billion 那里是几十分之一 是的 接着今天出一家新闻更好笑 就是说 其实呢 如果政府呢 是一早解决了 这个加薪的问题 和这个铁路公司 嗯 那我们呢 的损失呢 其实是低过 现在他这样 继续折下去 那个结果的 是比现在折下去更加 是损失得少 其实呢 我对他现在最不满意的地方 是 你有问题 不要紧 就是你有个问题 你就摊出来说 那个问题在哪里 怎样才可以解决 那你积极在找着方案 你找不到 那你都去做 你表示你是在做盡力 去解决问题 帮着你帮着你 帮着你帮着你也好 就是你 你怎样对付一个 很烦躁的乘客 我帮着你 我帮着你 冷静点 不要说冷静点 我帮着你 总之我帮着你 的士司机都会 那你做财相 你都不会 你还要 你还要 你还要将那样东西 dress up 成一件 一件事 好像很简单 将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将它简化到一个地步 是 根本没有人相信 是那么简单 然后呢 你里面的因果关系 是错了 接着 接着再 得出一个结论 那个结论是 跟你本身提出的问题 是完全没有一个 任何的直接关系的 我不明白 你花钱 花时间去拍这些片 是为了什么 你不是明星的嘛 即是你明星 你要做PR的 你要搞公关的 我觉得也是一个灾难 即是你告诉别人 即是你告诉别人 要换公司 是的 我呢 是的 我是衰偷吃 我吃了一条女儿 我有老婆 我吃了一条女儿 出来对不起 她又不是说对不起 但是呢 我做了些事补救的 是的 她说 我昨天捐了500元 给我老婆 那有什么关系呢 即是 那个荒谬程度 是这样 那你一个 隨便一个 看着八卦雜誌 看着八卦新闻 你都看到 你做什么呀 即是 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同情 只会对你有更加多的厌恶 即是 我们先有一个 极度离地的首相 嗯 就是拍了一条超级离地的泡沫片 是 那然后呢 我们再有一个 才爷呢 她是离开了太阳系的 基本上是 飞了出去 因为我 我自己很坦白说 我觉得这个 这条片呢 是有些侮辱我们的智慧的 即是 我觉得你不如不拍 好过拍 她是拍给小朋友看的 你拍完给我看完之后 你好像是 即是将 我本身 我担心着 我关心着的事情 你没有address到之余 你还说了一大堆 完全不够的东西 放下去 然后当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就说出来给我听 即是你好像当我是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我想问英国 本土的人 是不是个个都教育水平很低呢 即是你好像拍给农民看 那样 拍给农公看 这样的感觉 即是大家都是小学 未毕业的 就会 就可能会听到 你这种教育电视style的 拍片模式 但是我觉得 你现在一出现的问题 你想想 如果你将这条片 你给NHS罢工的护士看 那些在罢工的老师看 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我真的很想知道 之前 其实这两个人很明显的了 因为当时 第一个和肥波爭 手上的位是谁 就是Jeremy Hunt 是啊 爭不了了 那就是他自己里面的人 Rishi Sunak 上来爭 我想问 你们推了肥波 下来之后 你做了什么 是有超越过他呢 我想问 你先不要管 他正在做的时间 有没有做得好不好 因为老实说 每一个手上 一定有错的决定 一定有对的决定 但是问题是 我 就算在英国最差的环境 COVID的底下 大家禁止 都没得开的时间 我对那个环境的感觉 都没有现在那么恶劣 是的 而且 你的环境恶劣 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政府有没有领导 你离开这个恶劣环境的希望 对啊 但是你两条谋理 我真的完全看不到 有这样的希望 我是衷心希望 现在的政府 可以真的少一点 做这些无谓的事情 多一点 是真的去对症下药 去做你们的plan 小说话多了 你不用出来 看我们都没什么所谓的 其实真的不是太care 因为你的样子 又不是特别英俊 是不是 那我觉得 你不如快点解决 这个罢工的问题 是吧 你坐下和他谈 那你也有一个策略的 你怎样去和他谈 这个plan出来 是可以对我们的影响 对我们减少 去到最低的程度呢 现在来着 老师又说要罢工了 是啊 还要是multiple days 因为本身 之前的union 说投票反对了之后 另外一个union 又投票说贊成 但是这个union 又很庞大 有差不多七成的老师 都说要加入这个罢工的行列 那我稍后有机会 都想向一些前线的老师 是了解一下 现在他们教育方面 出现了些什么问题 为什么导致那么多 老师是要离任 或者是 勞工的短缺 和他们为什么要罢工的 那这个呢 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些事 因为实际上 每一天都影响着我们 是这些 就是你 你同一个 现在在A&E 等着十几二十个钟头 都没见到医生的人 去播出一条这样的影片 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你现在是想 告诉我们 你现在是做了事情 去剪掉那个inflation 但是那个inflation 大家都知道 是不关你的事的 剪不剪掉 都不是你的问题 你不如 如果你是出来告诉我 现在的罢工 是因为这样的 所以我就做些什么 去这样的 去令罢工的情况减少 会影响很多 那我看得会舒服很多 但是他说不到 因为根本就没有计划 现在 所以我建议他真的 花多时间 下去讨论一下 如何去解决我们的 言微至急 而不是出来拍一些片 去帮他自己 做一些形象工程 其实呢 我觉得我建议他 可以拍多些片 就是如果真的要拍片 说多些 你做了些什么的得证 譬如你是 这里减了些什么 那里减了些什么 你一个list 列出来 都好看很多 对啊 你真的减了很多 你给我的感觉 你都是做好事 那我说完一些 很负面 情绪太负面 我说一些positive 好 就是呢 最近政府正在研究 就是为了 剁我们一个 驾驶人士的cost 是 有意研究 这个MOT 就延期一年 就是每两年 才做一次MOT 哦 因为英国现在的法例是这样的 你买一辆新车 最后三年呢 你都是不用做MOT的 新车 是不需要做的 新车是不需要做的 因为你那个 最主要是看你的车的safety 就是是不是一个 是否一个road legal的车 你走出去 会不会很容易发生意外 它的排气 主要是验这些东西 但是 最后三年就不需要的 因为最后三年的车 比较新一些 而且一出得来 肯定是合法上路的 所以最后三年 它是不需要的 然后每年 每十二个月 就要验一次的 我觉得MOT 最麻烦的地方 就不只是付钱 那么简单 付钱也算 你还要订阅时间 是呀 接着你要驾驶车去 那你驾驶车去 你又不知道要搞多久 他不是立刻做的 是的 中间浪费你可能两三个小时 然后搞定之后 你又要驾驶车走 有时你又不是住得近 可能住得远的 那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和英国的家庭 未必是只有一架车 通常可能两三架车 一年就同一样要做三次 是非常之繁复的 那现在呢 政府有意研究 就是两年才做一次 那你知不知道 这一个政策是哪一个订出来的 哪个啊 是Boris Johnson的Cabinet 订出来的 前朝的事情 上一个 上一个朝代 四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样的计划 一早就应该做了 这些 我觉得是这样说的 你应该有定一个timeline 譬如你超过十年以上的车 你就不可以这样了 因为 你越旧的车 就越危险了 对了 它走得多公里 它维修得多次 那它就越有机会 有东西 那我觉得是make sense的 你要有一个scale 你不能够说 一律三年之后 就每两年一次 我觉得就不可行的 嗯 等于昨天这样说 50岁打后不用交税 那样 我觉得是神经的 这个做法 是 昨天有很多人留言 指出很简单 你将50岁以上 给那个税 那个allowance triple它 double它 那就已经ok了 是啊 那我觉得其实已经make sense 是啊 本身是12500的 你50岁以上 可能 三十头三十千都免税 那可能 说真的去到那个年纪 它都是找那三十多千的 可能都是这个价位 那样 就是中位数 当它英国普通城市中位数 不要算伦敦 伦敦就四十几千 其他城市可能三十几千 中位数 那些免税 那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解决了 富人 有钱人五十多岁 那些就继续要给 是吧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这样的计划 就会稍为make sense 那我不知道 它到底里面没有想到 还是报纸 没有报道出来 我相信 没那么白痴的 就是 如果我和你也想到的东西 或者我们的观众也想到的东西 没理由政府也想不到的 如果想不到的话 很糟糕的了 虽然听下去 英国前途好像很暗淡的 但是不是所有新闻 都是负面消息的 那今天第三单新闻 就是说 最近有一个研究调查显示 这个调查 那个target的audience 就不是我们 是全球最重要的CEO 就找了一些 全球最大型的公司的CEO 就做了一个survey调查 那这个是泰晤士部报道出来的 新闻 那就说 全球的CEO做这个调查研究 研究些什么呢 就是研究未来 5至10年的阶段 他们觉得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的增长是最多 而他们是最想在这个国家投资的 是 英国呢 是首次 是入了三格位置 现在是排第三 哦 竟然啊 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survey呢 在做的时间 正正就是 例如 List Trust在那裏宣布他那些plan Quasi Quateng 就是他那时候的财商 KK 说那些税行要减 那样那样 跟着政府的bonding又不停跌 英镑狂射 那个阶段 是那时候 之后才能做的一个survey 哦 那为什么那些CEO会对英国的前景这么看好呢 就是原因他觉得呢 英国仍然是一个非常之友善的营商环境 是 people first 和business friendly 这个很重要的 嗯 另外第三呢 就是觉得英国未来的商业环境 会由现在可能我们是以这个service base 教育 base 会慢慢是shift去这个人工智能 和这个生物科技 就是会是一个 比较high tech的一个business的future 那这个呢 大家听到好像很遥远的 但我觉得不是的 因为这个就正正是我们子女的未来 那所以呢 很老实说 真的要读多一点点书 是的就好了 要读多一点点书 还有呢 要是和科技有关的东西 就是譬如是电脑方面的东西 technology AI方面 这个会是 英国可能是在短期的未来 十年二十年内 就会是向着潮着这个目标发展 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呢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 但可能因为我们独特的一个环境 再加上我们那个天时地利人和 就是你脱欧 如果你脱欧 只是脱欧没有covid在后面 紧跟其后的话呢 嗯 我相信可能现在的局面 可能会smooth一些 是的可能会smooth一些 或者会有 有一些business的opportunity 我们当时可以把握到的 但是因为这个focus 要shift了去covid 那所以就令到我们错失了 原本他们计划脱欧之后 应该有的一些business opportunity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大家有留意呢 很早的时间 大家都在说 Bois Johnson很有前瞻性 是的 那时候说大家群体免疫就可以了 但是被人骂爆的 是的 之后大家一早就说了 怪不得就是觉得他是神预测 将来会发生的事 其实我自己不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当时他不是以这种方向去决定 我们要群体免疫 而是他很想专心去搞脱欧的部分 因为他想把握当时的business机会 但问题是因为covid 来襲是太过来势汹汹 他没有办法不将他手上的东西放下 去专心搞covid 就是被逼是放下了那样东西 那这个一来就是covid来襲令到他这样做 二来就是当全世界的目光都是转向了covid的时间 他都没得不放下 是的 因为别人都不跟你谈 别人都不跟你谈 别人都在封关 别人都在说医疗上的问题 也在说死亡 也在说疫苗上的问题 也在说疫苗上的问题 也在说疫苗上的时间 也在说疫苗上的时间 他也没有空和你谈你Brexit那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timing 但是没有办法 是一个命运的安排 但是未来的时间 我们就是overcome了现在这一段难关 你难保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前途 虽然我不知道现在保守党在搞什么 但是他不会是永远的 因为这里是政党轮体的 那大家就投票 选一个你认为最有光明前途保障的一个政党上任 是吧 这个下一次选举就会reflect出来的 这件事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喂 如果CEO都认为你AI Biotech 这些生物科技这类型 这样的产业会在英国蓬勃发展的话 那其实是打开新一业的 是一份新的工作来的 那其他地方未必有这个条件 因为 CEO都觉得你有条件 因为他说 他的报章里面也提到一个很重点就是 你不要以为CEO 就会纯粹靠直觉去选出这些国家出来 他是如果没有回报的话 他是不会投资下去 也都不会告诉你 那是他认为值得投资的地方 那所以他是有某程度上的一个可信性 而且 他们掌管了这么多的集团的这些龙头企业 嗯 他们将会成 他们现在确定自己可以成为未来的企业的龙头 是吧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愿景 或者这个比较近的 future 我觉得不难实现的 而且英国也有很多人留言 跟我说 虽然你说罢工啊 老师啊 短缺啊 很惨啊 但是对于科学研究的人员来说 嗯 他说英国好像天堂那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一个人留言跟我说 是啊 英国有很多不同范畴的科研的项目 而且对他们的待遇也都不错的 嗯 这件事情就未必是其他地方可以很容易实现到的 就是不是一定有那么多funding啊 又或者是有那么多的儀器啊 或者知识啊 但是你是来了英国我们下一代 因为最主要大家为了下一代嘛 嗯 下一代会做些什么 就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 那么广阔啊 那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都要 我们要咬牙关 过了我们现在这个艰苦的阶段 展望呢 未来呢 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下一代呢 是可能会在英国呢 是有一个出奇意表的发展 好了 那么今集的时间呢 去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鐘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出片了 明天同一时间再和大家见啦 拜拜